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虽然还是一副热情满满的样子 只是在其中自己受到的委屈 也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夜深人静的时候呢 总让我想起之前的很多事情 想起老公还在的时候幸福快乐的日子 又想跟他之前的种种 从恋爱到结婚 再生下女儿 想着不及湿了眼眶 我跟老公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相处半年就结了婚 结婚之后呢感情十分好 公婆对我也很喜欢 那时候的生活非常舒心 可是自从我生下女儿之后 公婆对我就不那么友好了 甚至经常对我冷言冷语 就连小姑子对我也是毫不客气 有时候呢觉得自己就像他们家的庸人 被他们忽来忽去的 老公经常为了我跟公婆吵架 可是也是无济于事的 公婆只会对我变本加厉 那时候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还记得婆婆跟小姑子两个人指着我的鼻子 骂我的场景 现在想来也是历历在目的 这个还不是他们做的最过分的事情 在女儿上小学的时候 老公突然查出肺癌晚期 从查出来到去世两个月的时间 经历这样的变故 我当然是受到打击最大的那一个 那段时间我变得非常抑郁 可是更沉重的打击是 婆婆在老公去世一个月之后 把我跟女儿撵出了家门 小姑子跟婆婆两人拎着我跟女儿的东西 直接扔到大街上 女儿哭着喊奶奶 可是婆婆一眼都不看 狠心地关上了门 婆婆甚至洋洋得意地说 她今后有小姑子给她养老 不需要我这个没用的儿媳妇 生的女儿呢 虽然是老公的血脉 可是终究是个无用的女儿生 她也不稀罕 我一手拎着东西 一手牵着大哭不止的女儿 就这样在看热闹的邻居面前 狼狈地离开了家 我也恨 恨婆婆的无情 恨小姑子的跋扈 可是 我一个女人还带着女儿 又能怎么办呢 我回娘家住了几天 虽然我爸妈说着让我可以在家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但是我看到地媳的表情 还是用最快的速度租了房子 跟女儿一起搬了出去 我不需要别人有同情 我觉得一个人都靠不住 从现在开始 我只能靠我自己 我也知道我必须坚强 不然女儿该怎么办 女儿特别懂事 自从被婆婆赶出来的那段日子 她都没有在我面前再哭过 我忙着上班 没有办法照顾她的时候 她一个小学生 就会自己洗衣服 自己做饭了 虽然心里觉得非常不舍 但也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看着她的乖巧懂事 有时候呢 我也会偷偷抹眼泪 只是我现在唯一想做的 就是在经济上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给她最好的 单位里的同事 并不知道我家里的变故 见到我跟从前一点变化都没有 只是变得更加努力工作 还像我为什么要这么要强 明明老公的工资 够我在家里养尊 处优的了 我也只是笑笑 说女人必须要学会自强独立 只有靠自己最实在 老公确实两年来 爸妈不止一次劝我再婚 有时候想想一个人确实挺累的 可是再找一个真的可以忘记 遗忘重新来过吗 我也不止一次问过女儿 她是否愿意我给她再找个爸爸 可是她的回答 却让我不知所措 她说她还没有忘记爸爸 让我不要这么快就把她忘记 她觉得没有爸爸并不是什么可怕的 我也确实不想让她觉得我是个无情的人 那时候呢 老公去世我哭得肝肠寸断 转眼才两年 在她面前提我要再婚 她是不是认为我是个无情的女人 虽然是童言无忌的话 可是现在在我听来 却让我有点自信仓愧了 周末休息难得不加班的时候 我会带着女儿去她最喜欢的游乐场玩 上次从游乐场回来的路上 女儿却突然跑到路边 坐在那里一个乞丐面前 定着那乞丐半天不说话 我想掏出点零钱来给她 让她给乞丐 可是她却对着乞丐喊了声奶奶 这是婆婆 身上的衣服脏得看不出已经穿了多久 那味道难闻的让人有点作呕 头发长的披头盖脸的 也不知道多久没有洗过了 从表面上看去一点也不认识 可是当女儿喊了一声奶奶之后 那人居然抬起头来 撩起头发 我才看清她的脸 果然是婆婆 她看到我们的那一刻 神情非常不自然 那尴尬的样子 让她不知所措地低下了头 这女儿再次喊 也一点反应都没有 女儿突然不说话了 拉着我的手指指了指 我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也不想多问什么 我还没有忘记她当初 赶我们出门时候的那副嘴脸 我无法忘记 也无法不恨她 所以我当机立断 拉着女儿就走 可是走出去没有多远 我就又回过头来 把自己身上带的现金 一共几百块钱 全部掏出来 放在她的饭碗里 我不可能把她领回去 也没有那个能力傻养她 想想也知道肯定是小姑子 对她不孝顺 才让她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可是她今天 这样又能怪谁呢 当初如果她不对我那样 可能我还会看在老公的面子上 对她照顾一二 可是现在我做不到了 大家说我该怎么办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